我们每个人周围总有这样一些怪他,他们往往喜怒无常,友善的时候是老友闺蜜,闺忙起来像处女座,暴躁起来像狮子,有时也比摩羯更内向,你总是捉摸不透他们在想什么,有时候他们甚至非常非常刻薄要求周围的每个人,当人们近而远之,他们又无比伤心欲绝,通常人们比仪的叫他们吉品。 其实很多这样的人真的不是吉品,他们有情绪病,其中焦虑症才能理解的纠结,焦虑不仅仅是心理上的问题,它也会有生理症状。 你无法将这些坏东西从身体里剥离,它会纠缠于你的思想,你的选择,你的人际关系,让你感到痛苦,甚至生理上的沉重。 焦虑症有多种类型,甚至它们的表现状态往往也是不同的。 我们通常认为,焦虑症就是表现得很焦躁,其实有很多形式的焦虑症,共同点往往是一些非理性的恐惧,比如社交恐惧,也是焦虑症的一种。 焦虑症的人会在最后一刻放鸽子,并不是因为它们人品垃圾,而是有时候当时醒来,它们会害怕出门,偶尔避开人群将自己隔离,并不意味着那些焦虑症患者不喜欢社交。 冥想和放松是治愈的手段,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效的,人们总是说放轻松放松不要乱想,可是如果你觉得冥想可以包治各种情绪病, 那就太悲哀了,因为,以抑郁症的心理咨询,大多都不在保险覆盖范围,而昂贵的心理疏导费用,往往让很多患者却不,很多焦虑症患者同时伴随抑郁症,有些焦虑症患者的要求,似乎让他们看上沉浸风,但其实对他们来说,反而能带来安全感。 有效焦虑症者同样会问这个问那个,他们并不是要求或者调纳别人,只是确定的信息和更多的了解,可以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。 不缺陷的活动和内容会让他们情绪难安,焦虑能让人毫无理性地质疑各种关系。 所以有时候焦虑症者对你表现出怀疑的时候,别往心里去,其实焦虑症患者问对方问题恰恰是因为他在乎你的感受,他想知道你喜欢什么,是不是出自内心地喜欢做这些,会不会抗拒,往往他们很珍惜这样的朋友。 焦虑往往是没有理由的,焦虑症也同样没有规律,很多人觉得压力会带来焦虑,但事实上,对于患者来说,普通人觉得很平常的是,他们同样也会异常敏感。 焦虑症者并不低人一等,任何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一样,只是你病了,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让你低于人群的特殊疾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